我們來再看一題 他說有個36伏特的電源 安培計在C株之間 那這個就是不怕在電子旁邊 就是整個的叫做所謂的總電流 然後請問你安培計讀數 然後兩個的電位差 ACV2電位差 然後問你I1、I2、I3 第一個要求安培計讀數的時候 目前沒有別的方法 因為這上面沒有任何的電流 所以你不可能用筆的方法比出來 沒有任何的方法比出來 那你也不可能用筆的方法去算 因為都沒有任何電流 不能夠相給不能夠相加 所以你只有一招可以用 就是R等於I分之V 或者是V等IR 你要算的是總電流 所以請要帶什麼 請要帶總電壓跟總電子 那因為圖上面每個電子都告訴你了 所以你就有辦法求出總電子 有三個是並聯的 再去跟2歐姆3歐姆串 都是236啦 就是再去串 所以呢第一個就是2歐姆3歐姆6歐姆的並聯 寶數相加跟寶數 算出來它是1歐姆 然後就是這個1歐姆去跟2歐姆3歐姆串聯 所以把它加起來串聯要相加所以是6歐姆 所以總電子是6歐姆 總電壓在告訴我的36歐姆 所以呢 帶進去R等於I分之V 或者是V等於IR 所以算是6歐姆 叫做總電流6歐姆 總電流6歐姆 接下來 要算的是2歐姆 AC2歐姆的電位差跟B珠3歐姆的電位差 你這時候其實就有辦法用比的方法算出來 有辦法算出來 但是呢 就乖乖的算是V等於IR R等於I分之V 然後呢 以2歐姆的電流就是總電流 3歐姆的電流 所以電流知道了 電流知道了 就可以算是電壓了 所以 要算這裡的電壓 要用這裡的電流 要用這裡的電子 所以AC就是2歐姆 然後呢 電流是剛剛算出來的 然後 所以算出它的電壓 就是12伏特 同比 B珠也可以算出來 18伏特 半價算出來 18伏特 如果你要用比的就是 這個 並聯的算是一個電子 然後呢 同樣的電流 同樣的電流 然後呢 B等IR 電流一樣 電壓會跟電子成正比 然後你就用比的方法可以求出來 也是一樣的答案 好 再來就是要算I1 I2 I3 也是一樣 你知道總電流流過來 B分35 2歐姆 3歐姆 6歐姆 我是並聯是電壓一樣 我並聯電壓一樣 然後呢 不從電阻問電流 這時候呢 電阻會跟電流成 反比 電阻越大 電流越小 所以你用比的方法比出來 好 2分之1 3分之1 6分之1 要比出來它應該多少 或者 就回到我們的原始的 叫做 R等於I分之V V等於IR 然後算什麼 帶什麼 算什麼 你要算2歐姆的電流 就要用2歐姆的電阻 2歐姆的電壓 好 然後呢 那你就需要知道電壓 我要這樣交到目的就是要你知道說 我怎麼算電壓 我要怎麼算電壓 我要這個電壓 那麼這是並聯當作一個 跟2歐姆3歐姆 串在一起的 總電壓等於分電壓相加 所以 就是 加在一起 36全部 剛才算出來兩個 12跟18 還有中間這塊不想得 就算出來中間這塊 這樣做6伏特 你就算出來中間這塊 避免的電壓6伏特 避免總電壓6伏特 就表示每個電壓都是6伏特 因為避免的時候 總電壓跟分電壓相同 然後你就知道電壓 你就知道電子 就算電流 就帶進去 R等於I分之V V等於IR 帶進去 一個顆算 一個一個算 就算出來了 I1 I2 I3 就求出來 我都說過了 你數學好 觀念清楚 你用筆的方法 就會把答案算出來 你數學不會太好 用筆的你不太會 這樣該怎麼處理 你就學著我 慢慢的做 就是算R等於I分之V 用這裡的I 用這裡的V 你求這裡的R 用這裡的V 用這裡的R 就是我們計算的想法 就是如此 很簡單 就是我們的立體石 OK 可以嗎 可以 很好